我来了 来了来了来了 六六 你要那个面具 我都给你带来了 老爷这不叫面具 这叫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 这叫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 大姐夫 要说咱家呀 那就得说我最支持你工作呀 我把面孔签都给你拿来了 还是二名好 顺帆你过来 你看看人家二名 你再看看你 你做人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 二名 你这是在哪拿的那火器 这刚才路过你们那个物业 我看那边有 我给你俩最轻的我就拿来了 是不是物业旁边那个小拐角放了呢 对呀 那不行 这个不合格 明天我准备去换的 我哪知道合不合格 二爷 一火器使用前要先检查压力表 指针指向绿色区域代表可以使用 指针指向红色区域就不能用了 哎呀 太长急事了 我以为红色区域的劲儿大 大姐夫那你就下命令吧咱开始 说服啊 今天我可不能下命令 今天的总指挥是我宝贝闺女 闺女下命令 好那我们发明点家庭的站在这边 好好好 小姨工作室的就站在这边 好好好 妞妞 我啥也不是我站你旁边 小菜哥 你是想去小姨办公室还是想向咱家 咱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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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第一个问题啊 家中有哪些因素可能发生火灾 我这个问题我知道 妞妞我来回答 在咱们家啊 那个你爸爸那个电路子容易着火 你爸爸那个电瓶车容易着火 你爸爸那个充电器容易着火 你爸爸做饭时候用那个油锅容易着火 你爸爸容易着火 咱们俩最大的火灾隐患 你爸爸 你爸爸 你什么意思 你什么意思 你那意思我就是毅燃毅爆呗 怎么得我输火命呢呀我 你要这么说的话 以后做饭我还不做 别别别别别 什么叫不做饭 你不做谁做呀 你这不找隐患的吗 你也可以找啊 我就找你 其实你身上隐患最多 我哪有隐患 你咋没隐患 不太安全了 前两天你手指头 完了满脑袋喷那个发胶 当时咱们小区啊 临时修电路 就把电给掐了一会儿 哎呀这家伙不行了着急 非得要这个二米粒看他的发型 逼着二米没办法 拿着打火机一点 砰满脑袋就着喽 你是不是不知道发胶是属于 一然一爆物品 是我现在知道了 那这事也得怨你 怎么来我呢 你喷的发胶 二米粒点的打火机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物业不停电 二米粒用着着用打火机给我照亮 你至于那么着急吗 你来一会儿看发型不就完了吗 二姐王 你别说 从我认识你开始 你就数那天发型最帅 坏坏 啥发型我知道 满脑袋放着面卷 还开鼻子里 我给你讲啊 顺本 你还别说 就你那天那个造型 走遍咱全沈阳的理发室 都烫不出那么多卷来 哎呀都别闹了 那如果现在这个房间里突然发生火灾怎么办 啊 真正 都真正 哎呀真正 哎呀你给我回来 我了 你给我你先 来也就来 你小子 着火了你一开门 连眼带火都进屋了 你这时候得真正 咋真正啊 对对对 哎呀爸 爸呀 我你说哪儿抱过来 儿子呀 儿子呀 你啥时候出生去 爸爸可等着你 儿子呀 哎呀 儿子你长得得多可爱啊 儿子呀 谁说 爸爸 你能不能不老冲我叫儿子呀 哎 哎 你这要求是不是太过分了 啊 我儿子在你肚子里呢 我不冲你 你喊儿子我冲谁喊儿子呀 他知道你是管我肚子里的孩子叫儿子呢 不知道还以为你是我爹呢 起啥哄啊 媳妇你这话说得太刻薄了 怎么的 啊 我前世风长得是磕着点 我怎么得比你爸还好看点吧 哎呀妈 你跟我爸比 跟我爸多有风度啊 哎呀妈呀 你爸那叫风度啊 你爸那肚皮那就是鼓度 哈哈哈哈 他不说你 你这 这我连续都说了 你咳嗽他也是鼓度啊 爸呀 鼓度 就是风度 这个 顺风啊 以后你们两口子说敲敲话的时候 今天别带着我啊 我赖 就为了揭穿他这个牛论 咱俩配 行 你一夫那个老头躺哪里边呢 哦 当时他就躺在马路边上 哦 行 对 来 王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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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躺这 你 躺那吧 我给他扶医院去了 医院里边有床 医院那个床我不躺不激励 那你也不能躺地上 多凉啊 这接地气 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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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抽好了啊 现在就开始了 啊 哎呀 我的 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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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死啊 你别说话 爷爷 是谁把你送到医院的 那个 是我给他送到医院的 哎 你为什么把他撞倒了 我 我没撞倒他 我来的时候 他就已经躺地上了 然后我把他扶起来 送到医院去的 你瞎说 我爷爷这辈子 除了睡觉 就没倒过 你一个一个 挣多钱 我一个月挣三千呢 挣三千块钱 又敢付老子 爷爷 以后你打没好价 三千块钱 你别打鼓 五千七 放屁 你拿我当转爷 碰瓷子的了 是不是 爷爷 你别说话 王小千 你别在这儿胡儿八道的 那你那意思 五千块钱以上 才能扶你爷呗 像我这种挣三千的 就只能在旁边卖单呗 不是 那个大伙子 我现在 你别管你挣多钱 是不是你撞的 怎么是我撞的 他倒地上 我把他送医院去的 他自己倒地上的 他怎么倒的 怎么倒的 来王叔你配合一下 你先躺下 停 大家伙看着了吧 是他把我爷爷给撩倒的 拿钱吧 你这不胡说八道吗 拿钱吧 你这不害人吗 这不算 王小千 你这纯粹是胡说八道 害人呐 我告诉你王小千 我还就不能看着 这么一个老人 倒地上不管 明白不 你爱说什么说什么 爱讹什么讹什么 人就得干点 人该干的事 大伙子 你今天早上 是不是扶起一个昏迷的老头 是啊 旁边有人看着吗 没人呢 大早上起来就我俩人啊 谁能证明 这老头不是你撞的 哎呦 哎 哎 不是 不是 这事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是他倒了 我把他扶起来 然后我把他送到医院去的 送到医院 你给人留下姓名 电话 还有单位地址干啥呀 医院让我留的呀 我替他先垫付的医药费 完到人医院说了 回到他家属来了 再把钱还给我 你 你怎么划的了呢 他还管你钱 怪不得二姑 说您颜值挺高 智商为零呢 你搽什么话 这是胡说八道 那大姑娘这是做好事 爷爷 你不仅颜值不高 智商为负数 这大伙说 我要有一点之上 我能养你这样的孙子吗 我这个颜值 能借还不如我 你还不如能借 你知道咱家这叫什么吗 黄鼠狼下号子 一卧不如一卧 你再说一句 你听不听 下号子的事 咱以后再说 来来来 我明白了 你是不是担心我 怕我被别人给讹上了 不是担心 你已经被人讹上了 别胡说八道 不是 你们哪不信呢 大伙子 谁遇上这事不跑啊 不躲呀 你还往上冲 不是 我不冲怎么的呀 我这是做好事啊 我还告诉你 王尔茜 我矫正不怕血歪 那得看你遇上什么血 里边要是有沙子 个死你 正在那胡说八道 没事 别瞎说 不是 哎 这就瞎说 不是 爷 大伙 你们不信是不是 啊 就不信 大伙子 我让你看看你救人之后的后果 还后果 爷爷 天天 我求你点事 忙了你一下子 干什么 你躺着 我 你现在开始 你就好比是混脑的老头 我就好比是你亲孙的 还好比是我亲孙的 我有你家的孙子 我都算败笔 你知道吗 还好比 这倒霉的玩意 知道吧 哎 就为了结穿他这个牛论 咱俩配 行 你你夫那个老头 躺哪地方呢 哦 当时他就躺在马路边上 哦 行 咱来 王叔 王叔 你别躺这儿 你躺那儿吧 我给他扶医院去了 医院里边有床 医院那个床 我不躺不激励 那你也不能躺地上 多凉啊 这铁地气 到后果 到后面 到后面 你冲好了啊 现在就开始了 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 我手指淡淡烟草味道 几种种被哀过 只乐都要爱 无疼吃别度不痛快 你说 啥呀 你干啥呢 练歌呢嘛 准备代表我们公司 去参加铁锡好赏 是吗 你问你个事 啥事 你说要是在一个男人的身上 发现了一个女人的物品 咋解释 谁呀 哎呀 你先别问我和说 那要是凭我多年的经验的话 那他一定是接触女人了 那要是一双丝袜呢 那就说明他跟这个女人 不是一把你接触呗 那你为什么穿过的丝袜呢 那就妥了 就说明他俩已经蹦出火花来了 啥呀 我让火花蹦着了 哎呀 哎呀 大姐 你哥哪想趁大大火花呢 那你大姐夫这衣服口袋里找着呢 我大姐 哎呀 从我大姐夫衣服口袋里 那你都顶多上个小赤花 那赤花也是一然一爆啊 哎 大姐你该这么想 你说我大姐夫多优秀啊 长得还帅 这玩意儿的心许就是 哪个女住户送给我大姐夫的礼物呢 哎呀 我的心啊 不是 大姐要不你这么想 就是我大姐夫哪次出公财 他不都得把自己搭理呢 这不很正常吗 哎呀 我的心啊 不是 哎 大姐 你这么想 就在我大姐夫心里 根本就装不进去别人 为啥 你这大体格子不搁这摆着呢 哎呀 我的心啊 大姐 要不你这么想 哎呀 我跟你说 我不相信这是你大姐夫干的事 那你看 千尔明 在没弄清楚之前 哪里不许说 不许说 什么呀 你疯了你 那是这样的东西 你随便大的 不是偷吗你 不是 我也没说呢 我就喜欢他 你真的 你让我揣兜里边有鞋 那就是偷 不是 那我要放这呢 那不是偷 那我揣兜里试试能放 那就是偷 那我放着呢 那不是偷 我就揣兜里试试合不合适 那就是偷 哎呀 那行 我就跟手里这么断着 是局柄 一会儿人来了 我跟他好好商量 哎呀 什么 光顾着声势 我跟他一会儿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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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这事咱俩还有商量呗 能 你先撒手行不 行 那你这么商量 从来没有 放那去 你看你 那人往哪去不放你 律师 我是这家受主人 给钱 平常呀 这个 这个理由很充分 啥啥来啥 没想到美好的愿望实现了 我不是舍命不舍财的 我都是真没钱 那你要没钱 我把录音机拿走行吗 行 不是 我要看 哎呦 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 你强了我呀 哎呀 我说病 病 你这是联傻来着吗 不是 大哥我真没钱 你不就想要钱吗 我给你出个主意 你在这儿坐这等一会儿 有钱人马上就回来 行不 咱们咱等会儿 那咱们坐会儿呢 坐等会儿 我给你俩 我给你俩拿点湿的钱 他们俩可能都饿了 都 你 坐点歇会儿啊 这录音机这事 我公司能抢 他能给我 愣抢咱也不能要 咱要咬欠 不是你要钱干啥 我觉得录音机 是很重要 我出门就是来整欠 养家糊 跟我就是要咬欠 你也就是没追求我告诉你 录音机 录音机有啥用 哎呀 你瞅你俩瞅着啥呀 你一紧一炸的呀 他能好好合作吗 那你俩一拿呀 啥呢这是 大哥 这关习惯 你还这么吃不着 这都是你的哥 这啥 冒昧的问一句 二位好汉 干净还是多少年了 那可是又念头了 那是安家租串的收益 是 我俩都祖了 好几门一门 那你俩的祖师爷 应该是十千吧 你说啥 他那是个冒贼 什么叫毛贼 那叫梁山好汉 那就是个冒贼 就是梁山好汉 哎 好汉 你们都是好汉 都是靠技术吃饭的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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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真不昧啊 妈呀 我以为坐地分赃呀 你还行呀 你这老虎的操 我都往前冲啥呀 听人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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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那个 没有 这怎么办 拉着我这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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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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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啊 还给你整个表扬性呢 小事 下头小事 下头小事 回家 回去我就给你写 走 大哥大哥 又咋了 那个 钱包 剪着了 钱 啊 钱 啥钱 啥呢 哦 对 两百块钱 一分不少 谢谢 咋的嘎嘎 这真懂了 那咋的还请我吃饭呢 请你吃什么饭呢 我跟你说啊 你钱包里边啊 一分钱都没有 就一张身份证 你二百块钱 是我放里的 这话咱得说清楚了啊 就是你们捡到钱了 是不是啊 把这钱还给我了 你们那想要点好处 我都理解 但是 给你是我的情分 不给是我的本分 你们要是主动要 那我就感到气愤 哎呀 哎呀 看谁 跟谁 看谁 看到我这个 看到看到了 控制情绪啊 大哥是这样的 我觉得呢 你误会了啊 这个两百块钱呢 确实是他的 你想 我还往里放一万呢 我爱你 赶紧捡起来 保一条 快点 老公老公 继续说你爱我 快点 继续说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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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 你知道他啥 老公 这是我老婆 我俩俩两口子 我俩两口子 我俩两口子 你气得不气 你 有这么好笑吗 不是我跟你说 我控制不住我的情感 我受不了了 你说的是他们家保谱 是 你刚才不进来说 跟我们全家 那过不去吗 我不是怕沾包吗 行 你家人厉害啊 我上一次来 全家合着伙的调理我 这次俩人就把我给涮了 是不 我跟你说啊 不是我们涮你 是你自己涮你自己 你可拉倒吧 我跟你说 锁你车不是目的 那你目的是啥 是锁你的车 为啥锁你的车 你老乱停车 你知道吗 那我停哪呢 小区有停车位啊 你进停车场啊 他不让我进啊 你不交钱能让你进吗 我没钱啊 没钱你买车 那不有停车位吗 我就买了辆车 有停车位你停啊 他不让我进啊 你不交钱能让你进吗 我没钱呢 没钱你买车 他不让我进吗 你进啊 你没钱你能让你进吗 那他不是有停车位 我买了辆车吗 他不让我进 我买了辆车呀 那我停了 停了 你俩能不能从停车位 你蹦出来呀 行 赵刚子 行 我买停车了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呢 我找不着你人 你不知道给我打电话吗 上次拉你家电闸 找你就找不着 打电话你就不接 我今天打了你仨电话 你还是不接 你的陌生号码我能接吗 你就不会把我的电话号码存下来吗 这在什么社会上还存电话 多老土啊 那你说咋不图 加微信 加就加 扫一扫 摇一摇 你叫啥 你叫啥 吃气活 加上了 咱俩都是朋友了呗 就是朋友圈了 是不是 好 咱俩现在就按圈里的规矩来 行 你先晒一下你的想法 可以 是这样 小区就是咱们的家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对不对 对家得 爱 你像你这样不遵守规矩 乱停车 别人都出不去了 这家不就乱了套了吗 我是物业 我要不管的话是对你不负责 对业主不负责 对咱们整个小区不负责 句号 在 我能不能回复一条 可以 我不是不想交停车费 我刚想去交 咔嚓 钱包丢了 我刚想去补卡 咔嚓 你把我车给锁了 你说我 等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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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丢钱包了 No 你在哪儿丢的 我要知道在哪儿丢的 那还叫丢吗 那叫丢 不是 你是不是 撂在咱小区了 嗯 我跟你说啊 我今天在小区 刚捡了一个钱包 哎呀 那是我撂的吧 那不一定 那咋能证明是你撂的呢 嗯 我问你 你那个钱包 是个啥样的 是个包 那不跟没说一样吗 你钱包里有啥 有钱 那不跟没说一样吗 除了钱还有啥 卡 我对你的智商堪忧 除了钱和卡还有啥 还有张照片 你等会儿 哎哎哎 你等会儿 等会儿 哎 真有张照片哎 这照片里边这个女的是谁呀 我妈 那不行 一个字 绝 就是我们的物业经理 赵经理 他怎么现在就针对我呢 就看我不须眼呢 哎 你你们看见他那个眼神没 啊 你就这个眼神啊 啊 就他那个眼神 啊 你看着他 他不犀利 但是看你眼 我跟你说 那就是威武霸气 你才动我一下子 不是孙爽 现在腿都我都要打晃 你那是磁盖 那个赵经理你什么时候来的啊 就在你浑身酸爽的时候 赵经理 我看你有点不太高兴呢 我不是有点不高兴 我是非常不高兴 那对了 你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 说啥呢 我这几天还不是你造成的吗 因为我啥啊 因为你啥 最近咱们小区 频繁出入一些贴小广告的 上门搞推销的 最可气的是上门搞推销的 当当当一敲门 业主一开门 进了个卖菜刀的 手里拿这么大一把菜刀 你说这些业主害怕不害怕 业主你还行 把这个事告到总公司了 公司已经通知我了 扣我一个月奖金 该 该严重处理啊 别让你看错误了 我犯的最大错误 就是对你们疏于管理 别要赶 你这个月奖金也被扣了 你为啥呀 因为该 我因为啥该呀 你因为啥该 咱们小区一共三个大门 两个大门都没问题 你看看 我从监控里吊着 就你这个门出现了问题 是是是 啊 这个人 第一天 帮阿姨扛菜 我让他进来 第二天 帮大爷扛水 我让他进来 第三天 他谁也没帮 那你为什么让他进来 跟我混手了 你好 你好 这是 太像人了 刚才 不在这儿 这就给你挪着 谢谢 老汪我给他定位了 老汪了 这是咋的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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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汪要遇难了 咋的了 我估计早上 在大门口老汪跟我说话 让他看见了 完了 完了 这事因我而起 我必须得管 别拦着我 我去看 我去啊 哎呀 这个咋办呢 你说这样 哎呀老爸 啊 刚才是不是 我把老汪给卖了 你哪是把老汪给卖了 你把老汪给害了 老汪是死定了 我叫你欠主 哎呀 你说这个干啥呀 你说呀 老爸 没事 咋没事啊 你看这大人看着熊 其实你看他刚才 在大美跟前 他就是个小羊羔 啊 他是小羊羔 嗯 我看他像个坐山雕 哎呀 怎么 怎么 你没事吧 啊 没啥事吧 我这个有什么事 哎呀 真能装 没事放着门不走 跳窗户 就是 啊 我我端来是你 派烟 派人家来了 不走寻常出 你不行吗 请你别装了 哎呀 谁今天早晨在小区大门口跟大美人说话了 什么 此时此刻 是不是有一个标形大汉在社区里对你进行围追堵截 你怎么知道的 我怎么知道 放心吧 在我们家里 我看谁敢碰你一手指头 哎呦 老范 你这个朋友没白叫我呀 太痛厉死了 哎呀 老米啊 啊 你说我这个印啊 我都纳闷 我平常我神处贵魅力 你说谁知道我在河边看钓鱼的 哪个盘族给我出卖了 我跟你说 我抓这个盘族 是不是你老婆 我能把那么不是人的事 老黄没在老范家我跟你说了 哎 没在 我看 你怎么这样 没在 你怎么回来 你不是 别怕 喂 来了 我来了 别怕 别怕 我跟你说 一般人我不在乎 就经意了 说你也说 带笔鱼 现在搅拌气死了 不行 想不了 我 我 我 这窗不得起 你窗不下呢 我 哎呀 你起来 别动别动别动 你多厌 你多厌 对对对 快快 哎呦我下巴掌 快 你站住 站住 稳住 稳住 稳住我 稳住 什么人都拦着我 我 我 哎 哎 哎 我是大兄弟啊 那个在河边 见不见着老王啊 见着了 见着 说话 他收 我这撩了 叫 这脸的 他这奔这就来了 没在这 撩哪儿去了 什么是没在这 刚才脑正亮 奔链来 到这 没在这 没在这 不信你随便搜 对 你随便搜 随便搜 搜啥 刚才进口水还没有 那这多的沙发 那也没 你这沙发原来就在这 什么沙发原来就在这 你家的沙发 那腿抖得跟我 整的码的 我抓着我 你放开了 我放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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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这 一个字 绝 认错人了 众里寻他千百度 木然回首 他个这儿呢 大美小姐 你跑 看着我都没认出来 我是不是照片劈狠了 不不不 千万不要责怪自己 是我没看出来 我的错 不不不 肯定是我照片劈狠了 真对不起 那软件我刚用 我不太熟 不不不 跟软件没关系 是我眼睛的问题 不不不 是我脸的问题 是我脸的问题 对 就是你脸的问题 那搞什么 别急 我今天给你 讲的一样小礼物 哦 是吗 往下 看见没 就在我们女孩眼里 这就特别顺势 在我们男孩眼里边 这就叫序道 请看 这是我特意为你定制的 情人节礼物 仅此一件 仅此一件哦 这个就是 你跟我说的那个传说中的咕噜滚吗 嗯 他叫石头地盘 紧致提升去这 不落棍子 哎呀 你觉得这个小东西 真的有你说的那么神奇的功效吗 那当然了 来 请看 看他的脸 一看 就知道他经常熬印 一熬印就缺水 一缺水 就抽抽 一抽抽就搭了 但即便你到了那个份上 只要拿着它 在你的脸上 那么一咕噜 就能赶开了 以后你们手机上那些什么批读软件 就都可以退休了 哎 想要一颗 哎哎哎 小美丽 要啥要我家里边不有赶面帐呢 哎 这个东西 是不 能挺贵呀 哎呀 千万别谈钱 情意更重 哎呀 真会说话啊 情意重 但这也不是大风寡来的 你总得有个数吧 你说我多少钱 不用 你说我朋友都在这呢 你说吧 哎呀 多少钱 钱不用 该多钱多钱得了 九万多呀 九百九十九块 九毛九 哦 九百多 那还挺合理 哎呀 那你说 这么珍贵的礼物 我不能白要 这样我送你一点什么吧 哎 情人节礼物都是互换的 是吧 对 这样 我送你个大红包 九百九十九块 九毛九 收钱 我说浪漫哥呀 咱就别浪了 吃饭吧 还吃饭呢 妈多不好意思了 有啥不好意思的 家都来了 谁来来来 谁当不利子 哎呀 哇 这么丰盛呢 哎呀 哎呀 这这这都是啥呀 咋还有大葱干豆腐呢 那个 这样哈 这一桌子饭呢 是我散落在祖国各地的七大姑八大姨们给我寄来的 啊 那个你面前那个大葱 你说啥 大葱 啊 大葱是自己种的 啊 这边你干豆瓣 啊 自己压的 啊 还有 这个妹子 自己磨的 啊 尝尝 哎 鸡蛋我 你不能说是你妈就是你妈呀 那咋要证明她是你妈的 对吧 你不能随便说呀 对吧 我咋证明我妈是我妈 那你必须得证明她是你妈 你不能乱说 平保上是我妈 是吗 对 是 一模一样 这钱包真是他的 那行了 乌归远主 拿走吧 你就这么的还给我了 怎么的 怎么还的还搞个仪式啊 拿着 你知道这里有多少钱吗 我不管多少钱 你看看钱少没少 啊 不是 我是形式上哪个二傻子捡了能还给我呀 不是 不是你一直我二傻子呗 不是 哥 我一直是 你是寻思着别人捡了你这个钱包不能还给你是不是 那呗 别这么想 啊 你钱包里面钱再多 那也不是我的 那是你的钱 别老把人想这么不好 明白吗 咱这世上好人多 此地有雷鸣般的掌声 我真心真意的感谢你 这会儿知道谢我了 不是天天在小区里面追着屁股后骂我的时候了 这我跟你说 你这钱包可不能对 钱无所谓 你这样也不差钱 关键是你这里面卡多呀 你这没见到 全是卡呀 你这卡要到银行里面补办的话 那好就前皇帝了 明白吧 我呀 今天呀 锁你的车的时候 我一看 你这车呀 好车 但是你这轮胎有问题 知道吗 你指定是个新手 老跟马路牙子过不去 你那轮胎边上都磨薄了 天儿马上就要热了 容易爆胎 你要爆胎的话 那就不是钱的事 是不是啊 对 我建议你换两个前轮 怎么的 你要四个轮全换呢 哥 一开始的时候 你这个人挺烦 你这个人挺烦人的 后来呢 熬过这一波呢 我又觉得你这个人挺男人的 其实你给人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不太好形容 我就觉得吧 不太好形容 哎呀松开 你最好还是形容一下吧 行 咱们啥呀 就 哥 他可爱 他可爱啥呀 一根筋 那是执着 二傻子 那是实在 专跟你过不去 那咋不跟你过不去呢 那是根本有人费 他这头借驴 那怎么能是一头驴呢 那就是一匹低调 而有性格的千里马 哥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我亲哥了 以后你说啥我都听 真的吗 那我得试试 你这么着啊 你现在就把这停车费的钱交了 好不好 好 我让人把那车锁给你打开 行 记住了 以后一定要按规矩办 明白了吗 嗯 那行了 走吧 好 哥 啊 从今天开始 我们就是青梅竹马的关系了 以后有事 私聊 啊 白龙马 天朝鸡 天日到你 每时都接力 看啥呢 哎 我随便看一看 把他拉黑咯 不是 你刚刚夹了人家 你这有事呢 你这拉黑 你不可以 我叫你拉黑咯 拉拉拉黑黑黑 拉拉拉 黑黑黑 这咋还唱起歌来了 不是 我跟你说 不用拉黑 啊 我改个名不就完了吗 干啥 一个字 绝